独安住村第一书记黄锦教扶贫反乘途中遭遇车祸 生命定格在49岁 12月26日晚上9点多 和池市独安瑶族自治县拉列镇德平村 住村第一书记黄锦教在扶贫反乘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经抢救五项 于27日凌晨辞世 年仅49岁 这是记者拍摄到的黄锦教在扶贫路上遭遇车祸后 当地紧急救援的一段画面 据介绍 26日 住村第一书记黄锦教与地平村村委会干部 扶贫工作队员一起进村入户开展扶贫工作 在连夜返程途中 他们乘坐的小车不慎翻下路坎 黄锦教被甩出车外 27日下午 独安瑶族自治县拉列镇地平村的近百名村民 以及村干自发来到黄锦教家中 线上花圈表示沉痛哀悼 由于工作出色 4个月后 黄锦教被调到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平村担任第一书记 鲁海铃是地平村一名贫困户 黄锦教帮扶鲁海铃学习养牛技术 如今鲁海铃凭借这门技术 每月能拿到稳定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